嗨,大家好,我是晨晨 要说起这个农民最担心的事情 就是这个庄稼的收成了 大家都知道重力是非常不容易的 可能要面朝黄土,背朝天 可能要这个有一段好几个月的时间 去吃弄这个地里的草啊 或者是这些这种庄稼 但是啊,到了现在这个季节 马上就要浇这个风筒水来 浇这个风筒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今天跟着晨晨起来了解一下吧 大家也几年多大睡觉了也有啊 我起是起吧 起是结啊 行,我看见在那里,那里咱的弯了哈 哦,那里咱的弯了 看着得想,大家觉得没事出来就留了 一会儿在家里不吃饭 对对 看见是困了吗 困了哈 对,咱那个都看见了 现在不是下雨,下雪了 没下雨了,好像是鸭雪 鸭雪 咱这个正叫不下雪了 你不该叫这个风筒水了呀 不下雪是中叫的 不下雨了 嗯,就是鸭雪是啥意思呢 就是保护每只手啊 招手 嗯,他现在每只一拨人厌 他这一拨活的都挺着宝 得长,得长宝 嗯 他这样,他每睡没有,他还在 这一拨活的都挺着宝 就不脏了 嗯 就这,哦,脚水就是刚刚长宝 那现在风筒水不用脚了,下雪了 不用脚了 就这,这,这,这场雪够吧 够低的用力吧 够 嗯 就这不用再脚了 不用再脚了 就,如果在现在脚的一插这个风筒水的话 就是为了,就不用再脚了 把刀过去 不用脚 就脚的一插就不用再脚了 因为现在下了雨,不能这里省 他说的是不下 因为,嗯 没晃是不是 就那个红帽,翻顶的时候就脚 那里脚 嗯,他翻顶的时候就不脚,不行 不脚,那时候就不脚 这么回事哈 谢谢爷爷哈 通过刚刚跟爷爷的聊天 爷爷也说了 现在这个时候啊 刚好是那个浇风筒水的时候 不过因为前一天啊 下了这个雨跟雪 所以说呢 这一场雨雪啊 就顶了这个风筒水的作用了 也不用大家去再劳身费力的 去浇这个庄稼了 并且呢 如果说有了这个风筒水之后呢 咱们这个庄稼 可以有一个更好的收丑 对此您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里